第九十六章 占一座京都 夏 前辈 何必和这些小孩子一般见识 薛醒川看着静玉律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句话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国教学院门间顿时变得一片安静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薛醒川虽然面无表情 看似冷漠 但那身前辈却是说得平心静气 没有任何犹豫 知道静玉律来历的人不会觉得奇怪 当今大陆三十八神将里资格最老的费典 对着他也不能以资历说事 薛醒川再是大周名将 称对方一身前辈理所当然 但国教学院门口的年轻人们 并不知道这一点 所以很是震惊 静玉律笑了笑说道 有人要冲进来 我只好拦着 薛醒川转身 看着那些浑身是血的年轻京都男子 微微皱眉 说道 下手未免重了些 静玉律摇头说道 我从前是军人 有守土之责 魔族感愿国进一步 我便要把他们打回去 无所不用其极 我现在是国教学院的门房 就有看大门的责任 有人想闯国教学院 我也要把他们打回去 不计后果 薛醒川沉默无语 他知道对方这句话的分量 便在这时 一位青年副将走到他身边 低声说了几句话 薛醒川微微挑眉 说道 此事闹得太大 不怎么好看 金玉律指着场间 又开始隐隐要骚动迹象 偶尔能听到乌言晦语的人群 说道 您看我们能怎么办 他们已经在院外 喧哗了很长时间 朝廷不来维持秩序倒罢了 难道还要阻止我们维持秩序 薛醒川的眉头 是皱得愈发的厉害 今日国教学院接连出事 尤其是此时这事 完全就是些破事 如果不是公理传话 让他来控制一下局面 避免影响太过恶劣 他哪里会到场 那名青年副将说道 大人 还是先在旁边看看 若有人再触犯周虑 再问罪也不值 薛醒川文言很是欣慰 心想果然不愧为自己看中 这个建议很是妥当 他毫不迟疑 向百花巷近处的一处酒楼走去 竟然真是做好了旁观的准备 红云林有些枉然的看了看四周 也跟了上去 那一队禁军呢 则是在国教学院门口列队 摆明了两不相帮 但谁也不要太过分的意思 薛醒川很满意这种局面 国教学院院门里 院门外的两群人则是非常的不满意 来闹市的人们觉得 乙方已经有好些人被打伤 但是薛醒川和禁军 居然不激拿凶手 不闻不问 这实在是太没道理 唐36则觉得 那些人还在院前喧哗 你们居然不出面阻止 那好没道理 反正怎么都没有道理 薛醒川觉得自己被迫 要来处理这件事情 更没有道理 所以他不想再讲道理 反正禁军在此 想必没有人敢冲击国教学院 国教学院里面的人 也不会太不给自己的面子 继续伤人 那么自己就能给一个交代便是 需要他这样的大人物给交代的地方 不过就是那两座宫 皇宫和离宫 只不过他想不到 国教学院里那三名少年 可能会给他面子 但是更在意给自己一个交代 见着禁军 只是肃然的列队 站在国教学院前 来闹市的人们猜到 只要自己这些人 不继续往国教学院里冲 朝廷便是不会理会 有些胆子大的人 很快便开始继续骂了起来 在院门外呢 要比在藏书馆里听着要清楚很多 听着乡下老 癞蛤蟆之类的词语 听着那些人毫不讲理 一口咬死婚书是假的 陈长生的心情变得是有些沉重 唐三十六更是双色上面 握着剑柄的手是越来越紧 哎 你是不是聋了 这么大的声音都听不到 唐三十六对着那名青年进军副将喊道 那名青年副将转过身来 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 说道 听得很清楚 怎么了 唐三十六说道 既然听见他们在骂人 难道你们不阻止一下 青年副将沉默片刻 似乎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然后说道 我为什么要阻止 唐三十六神情欲冷 看着他说道 那我说干你妹 是不是也可以 听着这话 那些进军大怒 纷纷向他望来 此时神将大人在酒楼里站些 只要首领一声令下 他们就要冲上去 把这个口出恶语的少年打翻在地 好生地收拾一番 那名青年副将很诡异地 没有生气 反而很认真地说道 你确定要做那件事情 唐三十六想起 那姑娘小时候粗蛮的样子 打了个寒颤 强定自若地说道 我只是说说啊 这么认真做什么 做又不敢做 说又不敢说 这时候被一千个人指着连骂 都不敢还嘴 真没出息 青年副将看着他嘲讽地说道 赶紧躲回问谁 在老爷子面前哭鼻子去吧 唐三十六文言大怒 指着院门外黑压压的人群说道 一个人骂一千个 你当我傻 那名青年副将正色地说道 那我可没别的办法了 嘴是他们的 这是声音传的国教学院里 谁能管 陈长盛觉得 这两人的对话有些问题 走到前面低声地问道 你们认识 把现在这些人打发了 再和你说 唐三十六说道 有人看着陈长盛觉得和传闻力的形象挺像的 确实是普通至极 而唐三十六衣着华丽 容颜英美 应该不是那人 窃窃私语之声见起 很快便确实是陈长盛 如烈火喷油 贺骂之声是顿时高涨 直欲掀开精度的天空一般 唐三十六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 左手悄悄地比了个手势 清晨被打折的院门残板 这时候是搁在了后方 轩辕破不知何时已经离开 他按照唐三十六的吩咐 沿着院墙向西走了很长一段距离 然后搭着梯子翻了出去 又从百花巷那头挤进了人群里 人群虽然很密集 但谁吃得住这名妖族少年的力气 就在说话的这段时间里 他便已经来到了距离院门约二十丈的地方 身边都是群情激愤的年轻人 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异样 他的手里拿着一块石头 当他看到唐三十六笔画的那个手势 知道就是此时 但还是犹豫 直到看到唐三十六寒冷至极的眼神 想着如果不照办 日后在国家学院里面面临着什么 终于咬牙下了决心 他举起石头 向着国家学院门口就砸了过去 同时大声地喊道 砸死你这个混账东西 充满屋檐会语的人群 安静了极短暂的瞬间 所有人都听清楚了这句话 也看到了那块向国家学院门口飞去的石头 甚至是看清楚了石头飞行的路线 有人准备喝彩 有人则是脸色变得苍白 事情真的要闹大了吗 啪 随着一声闷响 那块石头重重地落在了国家学院门前的石阶上 摔成了数块 然后震起 然后再次落下 当时那块石头距离成长生的脚只有数寸的距离 见起的残块没有砸中他的腿 只能说他运气不错 唐三十六是赞叹地想着 不愧是妖族 对力量的掌握果然高人一等 居然能扔得这么准 人群里的轩辕破则是有些后怕 想着力气怎么用大了点 无论如何 一块石头是落了地 国家学院门前这件事情 瞬间从骂战变成了野战 居然敢用远程武器 唐三十六大骂着 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 向着对面的人群就砸了过去 只听见嗖的一声 破空力响 接着便是哎呦一声痛呼 一名穿着文士服的男子 是捂着额头 便向后倒下 指尖鼓鼓地溢着鲜血 紧接着 唐三十六的第二块石头又到了 啪的一声 一名京都男子的牙落了几颗 满口是血 院外的人群此时终于醒过神来 惊慌地喊着医声 有人愤怒地喊着反击 又有人冲到进军前面 指着满身是血的那两名同伴 指责着什么 要求进军赶紧去捉拿凶徒 场面是一片混乱 终于有人开始反击 他们在地上捡起什么 便向国教学院门口扔去 场面变成了混战 站在国教学院院墙下列队的进军们 自然没有办法再出面阻止什么 早在人群捡石头的时候 唐三十六已经带着陈长生离开了院门 顺着早已搭好的梯子爬到了墙头 示意陈长生从下面给他递石头 这方院墙下方种着梅花铺着浅浅的一层石块 是应有尽有 国教学院外面的情形则完全不一样 百花像向来打扫得极为干净 青石地板上哪那么容易能捡到石块呢 想要把青石板撬起来 那还不如回家去拿菜刀来得快一些 有人看着国教学院残破的院门 发现那里有不少的碎石 还有些木块也可以将就地用 便想过去为同伴弄些弹药 然而金玉律还好端端地坐在那把椅子上 哪里有人进得去 以有心对无主 以有备战无备 这场混战胜负之势太过分明 唐三十六守在墙头 每制出一块石头便有一个人倒下 闷哼之声是连绵不绝 数十人接连着被石头击中 清晨时分 国教学院被天海家的马车撞破了院门 到现在满城为骂国教学院 他已经憋了很长时间 此时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渠道 哪里有半点手软 石块带着风就是呼啸而去 在院墙下一片哀嚎痛呼之声 有人站得稍远一些 以为他治不中自己 灯元眼睛拼命地大骂 哪里想到下一刻便有石块 从国教学院墙头破空而至 狠狠地砸到他的额头上 直接把他打翻了过去 当唐三十六用真元之力 一副在石块上打人的时候 他在想些什么呢 哈哈 好过瘾 他站在墙头快意地喊着 随意地挥避 每块石头呼啸而去 便有人倒下 真可谓挥洒自如 清云榜上的天才少年 用真元来对付这些闹事的普通民众 不是欺负人是什么 他如今已经进入作造上镜 可以说是年轻一代的巅峰强者 从他手里飞出去的石头 就算刻意地不用真元 依然强弱净石 巷子里的那些人哪里承受得住 国教学院前的乌言汇语 早已经被痛呼取代 声声喝骂 也已经变成了哭声连天 院墙之前 人群东奔西走 四处躲避 鲜血横流 烟尘大起 真可谓谈笑间 强敌灰飞烟灭 过了过了 那名进军青年副将 看着常见民众的惨状 终于是生出些不忍 转身对着院墙上的唐三十六 喊道 说起来唐三十六真是做事 极不讲究 别的地方不站 就站在进军队列上方的墙头 先前人群在四周 终究还是捡到些石块 但反击的时候至少有一半 因为投鼠忌器 没有把握好准头 唐三十六手下不停 问道 哪里过了 那名青年副将 无奈地说道 你都把人砸成这样了 还不为过 你先前说过嘛 嘴是他们的 只是声音传的学院里 所以你没办法 现在这些石头是我的 手也是我的 只不过不巧 飞到了学院外面 有什么区别 再说了 第一块石头可是他们扔的 说这句话的时候 唐三十六向人群里扫了眼 确认呢 轩辕破是早已经趁乱地溜走 完全放下心来 继续用石头砸人 巷子里是烟尘继续 哭声震天 人们相互搀扶着 纷纷退走 场面极为凄惨 真如打了败仗的军队一般 人群已如鸟寿散 唐三十六却有些未能尽兴 眯着眼睛拿着一块石头 瞄准拖在最后方的一个人 他记得清楚 先前这人是直接骂陈长生是吃软饭的 只被一块石头砸破了头 如何能够 因为那封婚书的缘故 这座京都城对国家学院和陈长生 展现了集体的非善意 唐三十六把那些非善意和郁闷 用这些石块是尽数砸了出去 陈长生没有做什么 只是在院墙下面不停地地地石头 要换作往常 他或者会认为这是胡闹 是在浪费时间和生命 但今天他很开心 衣裳被梅枝划破了都不知道 原来生命有很多种过法 或者说玩法 也许没有意义 但真的很有意思 而且这样真的很容易快乐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